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的BNO5加1計劃又有新消息 在今天的凌晨時份 《蘋果日報》就獨家報導 說根據兩個消息來源指出 5加1計劃將會放寬要求 容許所謂的太空人模式存在 即是富惑母一方可以繼續留在香港的樹工作 至於子女就送到英國的樹讀書 當然這項消息是有待進一步來核實 因為英國內政部門暫時未有相關的公佈 蘋果所引述的兩個消息來源是來自哪裡 其中一個就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 另一個消息來源是匿名的 他在《蘋果日報》沒有交代 到底是否可信 暫時來說就沽網聽知 其實這個所謂的太空人模式 我認為某程度上 是跟5加1計劃的原意有多少出入 因為根據英國官方的說法指出 為何會在5、6月的時候忽然推出5加1計劃 就是因應北京政府說要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 而英國政府認為港區國安法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很明顯是因應政治氣候的轉變 而導致有5加1計劃出台 現在這個所謂的太空人模式容許附惑 沒有一方留港工作 即是說這班人就不是很害怕 政治氣候轉變所帶來的影響 所以對於這個所謂的太空人模式 怕的人就不會去想 想的人也不怕得去哪 考慮得這個太空人模式的人 其實 他們就必須要有幾個的前設 而這幾個前設必須要在往後的幾年 都是不變才能夠運作 隨便有一項條件消失的話 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好了第一項前設是什麼呢 他們就會假設了 未來那幾年 香港的出入境自由 是會不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 無論是這個健康碼 或者是 不知道會不會出現的社會信用系統等等 總之香港的出入境自由 就跟過去的23年一樣 總之你拿著香港身份證 就可以自出自入 反正就是不會落閘的 好了 第二個前設就是 那位太空人 就是持有BNO而留港工作的腐滑母一方 他們那份職業就不會受到 現在的政治氣候改變而有所影響 會安然無讓 比如說那些做公務員 才算 他們將來就要進行宣誓 那麼究竟他們這一份的宣誓 會否構成 違反了英國將來會修訂的那份叛國法 現在沒有人知道 究竟會不會是有所豁免呢 可能有都不定 但現在真的沒有人說得準 好了 又比如說做教師那些 遲些會不會有些什麼宣誓呢 可能公職人員都說要宣誓的 又或者會不會設立一些什麼 讓學生檢舉你上課的時候 哪些不檢點說錯了 而那些藍絲同事又會不會 蓋你背部等等 總之留在香港做事那位的太空人 就一定要假設 在那幾年不會發生什麼的異樣 如果不是 根本上都是搞不定的 但是對於那些太空人來說 根本上這個5加1計劃 就不是什麼救生艇 反而就會似是廉價移民計劃 因為5加1計劃相比起投資移民 所需要的資金就不是那麼多 是省一大筆 而相比起技術移民 又不需要在那個 專業資格上有那麼多要求 那麼當然 現在蘋果的那篇報導 就是很初步的消息 就沒有公佈到有關於那些徵稅的細節 但是我就傾向相信 英國政府就沒有理由那麼順滩 給你做太空人然後又不用交稅 如果要的時候 其實就會變成雙重貨稅 一方面就在香港的稅務局那裡交 交完一份之後 英國那邊也要徵稅 減在香港給了那一份 要在英國那邊補回稅行 我相信那個模式就是這樣 按照計就沒有那麼大隻夾拿隨街跳 只是交香港稅都可以做太空人 我相信不會 對於英國的利益都是受損的 這樣搞法 好了 至於說這個稅收的問題 其實就是非常之重稅 大家知道英國是 那個入息稅是怎麼計的呢 每年收入12500鎊以下就是免稅的 計算就是乘10 12萬5港幣左右 如果說是 5萬鎊以下 徵稅就是20% 501至15萬鎊 徵稅四成 15萬鎊以上就是徵四成半 所以你看到這個稅率 如果說一般那些基層或者是甲心階層的人士 也不用想是不會做太空人 因為 因為基層的人士去到英國反而的收入是會多了 只是說最低工資的水平 在稅前 每個小時是有8.2磅的 只是折下80多港幣 所以一般基層甲心階層絕不會考慮這些太空人計劃 哪些人肯定是適用於中產人士 尤其是在說工資水平貼近六位數字的那一班 如果不是其實都不是很划算的 因為你計算那些 稅率 英國其實就沒有這個子女免稅額 只有你自己那份 如果配偶是沒有做事 或者是他那份工種 那個收入是少於12500鎊 會再多一千多磅的面稅額 其實是很少的 而且英國還有一件事 叫做國民保險 那裏又要付出一塊錢 好了 比如說一個打工子女 她在香港打工每個月四、五萬元 一年就有五、六十萬 其實本身在香港 以這個工資水平就優厚過不少人 但是如果說做太空人的時候 就變成水瓜打狗不見一覺 因為可能要面對著雙重徵稅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有心考慮做太空人的人 就必須要全盤考慮清楚才好 不單止對於現在的政治氣候變化的因素 而且這些實際的東西 因為留在香港無非是賺錢 老實說 不肯駁什麼做太空人 連自己的老婆子女都能送走去英國 就證明得到 香港就已經不再是你所熟悉的那個香港 至少是這樣 有沒有東西值得你留戀都其次了 所以一定就是計算那些實際的東西 就是計算錢而已 好了 但是其實在錢以外 還有很多的因素要考慮 因為人就不僅只有金錢 或者物質上的要求 心靈上我覺得很重要 我認為更加重要的是 就是人倫的問題 當一個人長期在香港那裡賺錢 其實就是造成了一些人為的破碎家庭 老婆子女就去了英國 自己就在香港 長期來說 很難去相處或者見面 就算每三個月去一次探訪 當出入境 自由還在 但是始終來說 這樣的相處方式 就比起大家同一屋 閃下來去生活 是差很遠的 至少在建立大家的 情感上就差很遠 你又見不到自己的子女成長的過程 子女 比如說出席那些學校的活動 別人的同學問你你沒有爸爸 是不是 這個其實是差很遠的 在她的成長的過程當中是沒有了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只有錢 每個月會錢過去英國 那麼究竟這種生活模式 會不會為你的餘生帶來什麼的遺憾呢 這件事也要考慮 不是只有錢字 這些東西是多多錢都是補救不回 時間是買不回頭 大家又可以去問一下那些 以前在大陸偷渡來香港賺錢的人 即是六七十年代最多 大躍進 饑荒 文革 那時候很多人下來 當然那些人都是為勢所迫 因為在上面窮到富村的那隻 那些人下來香港 全部都勤勤狠狠的 不是像現在的那些人下來就拿 中援 大食懶 那樣沒有的 那時候個個都很勤奮的工作 而且個個都很省劍的 剩下的錢每個月頭 回到家鄉的老爸老母 或者給老婆子女 是有很多這些人存在的 你問問那些人 到底這種生活方式他們會不會很享受呢 很嚮往呢 我想絕對是不會的 而且一個家庭長時間而異地地來上去相處 其實都不健康 不論是對於子女的成長也好 或是對於夫婦之間的相處也好 縱然說夫婦來產生太空人也好 有一個互信的基礎也好 但是基本條件是改變了 環境因素改變了 老公長時間在外面做事 六年這麼久才是吃齋 全部六年都是 如果有什麼隱誘的時候怎麼辦呢? 看不到老婆的老婆的老婆 又或者老婆有隱誘的時候 又是看不到老公的老婆 這些都是要在考慮裡面的 是會有風險的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反駁 就說住在一起也有機會加變 但是我始終認為 你長期分隔二地 那個風險就會大一點 老實說有多少人做到柳下位 這樣坐懷不亂 好了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相比起那些太空人 那些一家大小一起走的那些 分分鐘他們所獲得的平安和喜樂 是會是更多的 就是說那些太空人 當然賺錢是多了 那個生活條件是優厚了 但是他同時 也有所犧牲的 損失的東西未必是 金錢可以彌補得到的 所以這些真的有辣有不辣的 想清楚才好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